大家好我是Ben 又來到了美洲聊車的單元 上禮拜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介紹過Z900 這禮拜我們就來介紹凱旋當家的 性能街車765RS 這個相當期待 對非常香真香 真棒 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765RS有哪些規格數據 好765RS 它其實跟我們上週介紹的Z900有點像 有點像是為了歐盟環保而小改款的這種車型 那它針對引擎的附內一些基建有做的提升 讓它行駛的時候的慣性變得更低 對那我覺得這次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車頭 哇 因為其實我記得當時就上一代發的時候 我發文就是我自己拍的影片 很多人都說這車真的很香啦 但是我看這頭受不了 對包含我們網站上面 也有很多網友是這樣回覆 那好像我覺得喜歡跟不喜歡的人分的蠻明顯的 對但是它這一次的車頭 我覺得就從上如流了 然後走上一個主流的路線 對憤怒鳥的造型 加上了兩個定位的燈眉 所以現在你從它的車頭看起來 它整體的帥度來說 就不像原本走的那麼雅致的感覺 有點乾 原本的感覺有點尷尬 現在就是很殺 是 那除此之外還有哪些改變 就它的引擎在馬力跟扭力輸出的部分都在提早一些 所以我就想騎乘起來應該會更輕鬆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這次電控系統在微幅更新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上一代的765RS 它不管在硬體或是電控部分就已經給好給滿了 然後它這一次加入了降檔快排系統 就整體來講變成進退快排 對因為其實上次我自己騎過 因為我自己個人啊 個人非常喜歡這輛車 因為騎起來真的太讓人驚豔了 上一代可以說是一個給好給滿的頂級車款 但是呢它獨缺這個退檔快排 對 那其實我們知道最近這幾年來 比如說像大阿魯那種日系的跑車 頂級跑車上面 他們其實都加入進退快排 那這一次我覺得他們雖然外表上面改款幅度不大 但是它在肚內的改革卻蠻大 尤其是這個退檔快排 哇這真的是太棒了 對那這個實際上面操作 我們等一下再來分享 這實在太厲害 那除此之外還有哪些的變化的重點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可是它必須要加價1萬塊左右 就超有辦法享受 就是它的儀表也提供了跟手機連結的功能 那除了可以記錄你的騎乘軌跡之外呢 它竟然還有Google Map導航 可以投射在儀表上面的這樣子浮誇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跟上禮拜我們講的 例900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有點類似 可是是765RS的功能在更高級一點 它變成可以直接顯示導航資訊 那甚至它還可以接聽電話 還有包含一些多媒體音訊的控制 那我想這也是合理 因為它的價格就是高級虛幅 它就貴了剛剛好20萬 20萬還蠻有感的 對 不過確實啦 它就是明顯讓你可以感受到 它是不同層級的產品 那當然你從它那個全彩翼經驗表的 底板的顯示風格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那個凱旋這種音色的風格 它整個做起來那個動畫 哇它那個太誇張了 太浮誇了 然後它還有一個手可以搬 你這個要它的頭抬高一點 還是要低一點 它這個角度是可以調整的 對 所以整體來說它的座艙的體驗感受 真的是一個精緻的感覺 是另外它的懸吊跟煞車 都維持跟上一代幾乎相似的規格 對 41 星的倒立前叉 是 然後後面是Olinx 對 其實配的非常 沒錯 然後前面的卡是Brembo的M50 所以整個都已經供頂了 是 對 那最大的改變大概就是 它輪胎從貝納利的大閃電V2 升級為V3 哇 這個也算是一個升級的重要項目之一 對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還有在賣V2 對 對 那這一次它直接就把V3就裝給你 嗯 等於是你直接在輪胎部分也供頂 就供頂了 好的 那在騎乘感受部分 我必須講這輛車其實過去 我記得借出來那段時間 好像也有一個禮拜時間 我跟它相處也算長 所以我一騎上去 我很快就熟悉了 它當時的回憶就湧現出來 它那個前後避震器設定 就比較硬朗的感覺 對 再配上那個大閃 整個車騎起來就是非常的尖銳 你在倒的時候很像是切豆腐一樣 非常的尖銳 但是我們在安東總部附近的那個山路 其實說真的路況沒有很好 所以隨之而來的震動感 就會馬上傳到騎車的車上 那超明顯的 我的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我上次其實有騎長途 長途之後 我那腰痠背痛的感覺就出來了 哎呦 所以也證明了這輛車 它的設定不單單只是街車而已 它更像是一個沒有龐納的跑車 600級的跑車 沒錯 畢竟它現在Daitona已經沒有再更新了 對這個是大家一直敲碗想要的東西 那你覺得你第一次跨騎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舊款車其實那時候我也有騎到 新款車我在騎 我覺得那個細膩度的感覺 依然是再次的讓我非常震撼 因為哇 我覺得那個三缸引擎的順暢度 幾乎已經快比四缸引擎還要更好 那我覺得這一次對我來說 最大的改變就是那個進退檔快拍系統 哇它那個運作的順暢度 已經比我這個擋車老屁股來講 騎我自己的車換檔的順暢度 可能都沒有我騎765RS用快拍換檔順暢度那麼好 對因為其實我自己有針對 老實說他們設計的這個試乘的道路的區間非常小 然後我也不能試一些比較高速的感覺 我就在那邊一直瘋狂的玩它的進退檔 哇是不是很神奇 對我在各種很奇怪的情況下都試著去踩它進退檔 就是試著勾試著踩 我就發現它在任何時間點都天衣無縫的結合 哇真的很厲害 很神奇 再加上其實凱旋的這個腳感 它的那個打檔的那個感覺 就有點吸住的感覺 有點像開那種雙B的車門的感受 配合上那個之後 整輛車在打檔的操作的順暢度 就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另外在前叉車M50卡鉗的自動手感 跟它那個總棒相搭配之下 哇真的是跟我們同一週試乘的Z900有一些差距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等級真的還是有差 對那個整個Q度跟它自動的效能 真的是好上非常多 因為以我過去的經驗來說 我有把它帶到大澎湾過 哦是 基本上它這個自動的設定 是可以讓你直接下塞到輸贏的 哇那這台車真的是買來都不用改 好的最後在它的售價的部分 69萬8 那它有什麼樣的預購的精品等等的 目前預購的話是售MOTO2跟凱旋聯名的精品服飾 69萬8好像比過去稍貴一些 好像貴1萬而已 所以其實還好 那其實在我發片之後就有人問說 那R版呢 哇因為我們知道上一代其實有進R版跟RS版 那這一代根據我們那天在現場詢問總代理 他們給我們的答案是 應該不會有R版 而且講的還蠻確定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喜歡這種三缸運動街車的話 嗯就去訂車吧 好的最後你覺得是什麼樣的人適合這台車 我覺得喜歡這台車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不喜歡跟大家一樣 你想要走出自己的風格 那並且是你對車子的這種質感還有運作細膩度都非常要求 那765RS你就拿到算是它的入場券 那當然如果你是非常講究這種山路上激烈的超價或賽道超價表現 同時你又不喜歡有整流罩 那我跟你講765RS真的就是唯一的選擇已經沒有其他好選的人 對其實它跟這個Rain Rover的族群好像有點像 有一點像有點像 就是喜歡特立獨行的感覺 對因為如果我口袋有錢 我不一定要買賓司或是BMW 對 我想要特別一點 是 可能這時候我就可以選Rain Rover 沒錯 對 那我覺得今天這Street Tribal一樣 我不一定要選Ducati 我也不一定要選BMW 嗯 對啊 就這個就是一個很好選擇 另外呢 我還是再次提一下 它的規格數據已經比R6還要狂 哇 123P 然後它的車重160幾乾重 對對對 非常的狂 所以呢這輛車不只帥 它真的可以下塞到跟別人住 以上呢就是我們針對這次凱旋的Street Tribal 765RS做的介紹啦 記得鎖定我們的美洲聊車單元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以及腦袋ик 遙遠 還是 雖然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